第十一章,WPO小组。一个胖胖的女内勤把方木、吴涵和祝老四带到了邢志森的办公室。邢志森正在午休,刚刚合一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看他们三个进来,邢志森急忙起身让他们坐下。方木简单说明了来意,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本英文书和笔记本交给了邢志森。邢志森显得很感兴趣,认真的看了半天。 最后,他也提出了和吴涵一样的问题,作为死者之一的贾连伯并不在名单上。他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方木、吴涵和祝老四,你们觉得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三个人有点尴尬地互相看了看。吴涵鼓足勇气说道,我们也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有价值的线索。只是觉得有点可疑,所以就给你们拿过来。邢志森看看他,你叫什么名字? 吴涵?邢志森低头看看笔记本上的名单,又抬起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方木,你叫祝城墙,对吧?方木和祝老四点点头。邢志森说,你们三个都在这个名单上。 你们是不是觉得,下一个被害者可能就是你们?三个人的脸都红了。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用不着过分紧张。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三起案子是同一人所为。所以,这本书和这张借书卡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邢志森注意到方木欲言幼稚的样子,就冲他弩弩嘴,示意他有话就说。我觉得,方木犹豫了一下,这几起杀人案是同一个人干的。 哦,理由是?邢志森扬起眉毛,有证据吗?没有。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方木斟酌着词句,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这种感觉。 他心一横,说出了那句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我觉得,我能感受到他。 祝老四和吴涵吃惊地看着方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就是那个人。话已出口,方木索性和盘托出。 邢志森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个激动的男孩,缓缓地说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但我不是凶手,这一点你们很清楚。 邢志森盯着方木看了一会儿,慢慢地点燃一根烟。那就谈谈你的感受吧。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方木向邢志森讲述了自己对这几起凶杀案的看法。 尤其是操场双尸案之后,他所感觉到的凶手在杀人中找到的乐趣。 邢志森始终不动声色地听着,内心却不由地对这个男孩刮目相看。 尽管这个男孩的描述毫无事实依据,甚至可以称之为主观猜想,但是,他把凶手的内心世界作为推论的出发点,这种思路是十分大胆的。 尽管邢志森尚未决定把三起凶杀案并案处理,但是他的推测与方木基本一致,凶手是同一个人。 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推测。 不过,方木的思路对邢志森而言,倒是一个不小的启发。 既然现在毫无有价值的线索,那么,探求凶手的内心世界,也许可以另辟蹊径。 邢志森决定把书和笔记本留下,作为一条线索好好调查一番。 送他们出去的时候,邢志森特意把方木叫住,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嘱咐他在发现什么线索就及时通知他。 方木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在回去的车上,吴涵用半是惊讶,半是钦佩的口气说道,方木,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祝老四也捶捶方木的肩膀,以后再有什么想法,别掖着藏着,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方木没有说话,他的手在口袋里紧紧地攥住那张名片,眼望着车窗外渐渐深沉的暮色。 那个人,究竟是谁? 专案组对那本英文原版书和借书卡上的名单展开了仔细的调查,结果却颇让人失望。 这本书的中文一名叫《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作者是一个叫菲利普金的外国人。 由于是英文原版书,借阅的人不是很多。 从那张借书卡上的名单来看,读者分别来自法学院和经济系。 原因不言而喻,除了这两个系的学生之外,很少有人会对这本英文书感兴趣。 其中,死者周军、佟倩、宋飞飞分别借过这本书。 但是从三人借书的先后顺序来看,同倩最早,其次为周军,最后是宋飞飞。 第四个死者,就是宋飞飞的男朋友贾连伯,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技术组的勘察人员仔细地检查了这本书,试图寻找密码或者暗语之类的东西,结果一无所获。 整本书就跟新的一样,只有几处被读者用笔进行了标注。 专案组内认为借书卡只是巧合的声音越来越多。 经过研究,专案组决定把图书馆现有的藏书彻底检查一遍。 如果能够找出其他同时记载三个被害人,甚至四个被害人名字的借书卡,就说明这只是巧合。 然而,从师大图书馆反馈的消息是,图书馆刚刚整理完借书卡,并且已经销毁了一大批。 尽管没能最终证明借书卡只是巧合,也没有人愿意再查下去了。 警方掩齐息鼓,死亡借书卡的传闻却在校园里不静而走,而且越传越玄乎。 最流行的版本是图书馆里有一本杀人书,所有借过这本书的人都要死。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找方木,让他看看自己是否在那张读者名单上,得到答案后,面如死灰者有之,当场昏厥者有之,欢呼雀跃者有之。 某天下午,吴涵回到宿舍,恰好看到又一批人带着劫后逢生的表情离开。 方木和祝老四也在,面色不善。 这样下去可不行。 吴涵皱着眉头,咱们宿舍成他妈问寻处了。 我有什么办法? 方木疲惫不堪地说道,那个经济系二年级的白痴已经来了三趟了,我第一次就告诉他名单里没有他,他不信,好像我要害他似的。 吴涵笑笑,又问道,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方木有点沮丧,大概人家觉得,这就是巧合。 你觉得呢? 方木犹豫了一下,我觉得不是,这张借书卡肯定有问题。 一直没说话的祝老四突然开口了。 你们想没想过? 祝老四抬起头,一丝恐惧在眼中闪过,也许。 他说不下去了,似乎接下来的词句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 你的意思是,凶手也许就在这个名单里。 方木哆嗦了一下,我早就想到了。 三个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我建议,咱们开个会吧。 梁九,吴涵缓缓说道,所有人。 聚会安排在下午四点半,恰好是食堂开饭的时段。 学校里的大多数人都在食堂,被人打扰的可能性比较小。 地点安排在法学院六楼的阶梯教室。 方木、吴涵和祝老四分别通知了名单上其余的人。 差不多4点40分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他们是,法学院四年级学生张国栋、齐远、三年级学生方木、吴涵、 祝成强、王健、经济系三年级学生陈希女、王培女、廖闯、 二年级学生邹琪、刘百松。 11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教室里。 每个人都偷偷地互相打量着。 相熟的人不时交头接耳一番。 整间教室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 方木感到很多,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可是想到自己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 又不得不打起精神。 方木轻轻嗓子,拿起笔记本,既然都到齐了, 我点一下名。念到名字的同学请站起来,大家也好互相认识一下。 方木先从法学院的同学点起,张国栋和齐远都是上届的师兄, 平时总在一起打球,算是比较熟了。 至于吴涵和祝老四就更不用说。 点到王健的时候,没有人吭声,点了第二遍, 角落里那个面色阴郁的男生才懒懒地应了一声。 念完名单后,方木长长地虚了口气, 仿佛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的确,在这十一个人之中,也许就有下一个牺牲者。 这张名单,好像地狱的邀请函一样,让人感到恐惧。 大家都知道,最近三个月,校园里发生了一连串命案, 先后有四个同学被杀死。 而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和一张借书卡。 其中,有三个遇难的同学都在这张借书卡上。 尽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听到方木亲口说出来,大家还是纷纷变了脸色。 我不知道这张借书卡与这些命案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不是巧合。 当然,我非常希望这是巧合。 因此,我想提醒诸位,方木扫视着每一个人的脸, 性命攸关,万分之一的可能也是我们要警惕的。 角落里传来一声冷笑。 方木寻声望去,王剑正在摇头,表情很不耐烦。 方木收回目光,我知道你们都在怀疑我的想法。 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警察,破案不是我的任务,我也不需要什么证据。 毫不掩饰地说,这一切仅仅是我的直觉。 我并不指望你们都能够信任我, 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提高警惕, 因为下一个受害者很有可能就在我们之中。 他停顿了一下,教室里一片死寂。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帮助,互相保护, 无论何时都尽量不要单独行动。 而且,如果你们发现身边有可疑的事或者可疑的人, 请马上互相通报。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抱成一个团。 也许,只有这样, 我们,方木甜甜有点发干的嘴唇, 才能保住我们的命。 方木的发言完毕,大家面面相去。 很快,一个经济系的女生举手发问, 方木记得她叫王培。 可是,为什么不能让警察来保护我们呢? 警察只会对有根据的线索采取行动。 目前,他们并不认为借书卡与这些命案有什么联系。 吴涵平静地说, 换句话来讲,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是无稽之谈。 那,我们要怎么做? 经济系二年级的邹琪问道,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尽量不要单独行动。 尤其是晚上, 无论去哪里, 都尽量找个人作伴。 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 马上通报一声。 方木停了一下,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组。 经济系的同学一个组, 法学院的同学一个组。 如果不麻烦的话, 除了上课和睡觉, 每个组的人尽量在一起。 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 法学院这个组暂时由我负责, 经济系的同学最好也有个带头的, 联系起来方便一些。 我不干。 经济系的撂闯站起来, 我住在本市, 每天上完课我就回家。 另外, 这太荒唐了。 那你可以走了。 方木板着脸, 如果你们有谁觉得我在胡言乱语的话, 可以离开。 他把视线投向王剑, 四目相接。 王剑垂下眼皮, 一动不动地坐着。 廖闯大步走了出去, 把门摔得山响。 其他的人互相看看, 都没有动。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方木和余夏的人讨论了今后的计划和联络方式。 大家决定按照方木的建议, 分成两个组。 法学院的小组由方木负责。 经济系的陈希主动请应担任另一个小组的负责人。 大家商定, 除了上课和睡觉, 其余时间尽量聚在一起。 每天下午5点在B食堂碰头, 一来清点人数, 二来交流一下当天的情况。 方木和陈希互相留了寝室电话和呼机号码。 最后, 有人建议给这个小小的集体起个名字。 刘百松脱口而出, 就叫WPO小组吧。 看见大家迷惑不解的样子, 他又补充道, We protect ourselves的意思。 一致通过。 散会后, 方木和吴涵、 祝老四最后离开阶梯教室。 三个人慢慢地走在越来越黑的校园里, 肩并着肩, 很有一种生死与共的味道。 这下好了, 大家团结在一起, 互相有了照应。 祝老四望着天, 语气颇为感慨, 凶手想下手, 就没那么容易了。 是啊, 而且, 方木欲言又止。 你是想说, 如果凶手真的在这个名单中, 也好牵制他对吗? 吴涵看看方木。 方木不好意思地笑笑, 算是承认。 老实说, 吴涵停下脚步, 面向方木, 正色问道, 你有没有怀疑过我和老四? 方木毫不犹豫, 没有。 你们呢? 吴涵和祝老四相识一笑, 也没有, 还是那句话, 你没那胆子。 哈哈, 头上的月光, 似乎一下子明亮起来。 第十二章, 三人舞台。 女人阴沉着脸坐在桌前, 面前是一本摊开的小说。 她的目光, 已经在某一行上停留很久了, 可是一点也没看进去。 坐在屋角的男人捏着烟卷, 稀溜稀溜地喝着茶水, 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台小小的电视。 屏幕上是一部无聊透顶的喜剧片。 那些粗俗不堪的笑料, 让男人乐不可知。 太他妈的逗了。 男人扔掉烟头, 又咳出一口浓潭土在地上, 用鞋底来回蹭着。 女人不用回头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立刻感觉一阵恶心。 他摸摸喉咙, 竭力平复着自己不断静攒的食道。 最后, 他终于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干呕。 屋角的男人扭过头来, 咋的了? 妹子, 身子不舒服? 女人手抚胸口, 皱着眉头站起来。 他从柜子里拿出扫帚, 又从一个塑料口袋里, 咬出一些锯末。 想吐? 你该不是有喜了吧? 男人似乎觉得自己很幽默, 挑挑眉毛, 冲着女人黑黑地笑起来。 女人没有看他那张银蟹的脸, 几步走过去, 抬脚。 男人夸张地做了个双脚离地的动作。 女人把锯末倒在弹记上, 忍着恶心, 用扫帚蹭了几下, 又扫进座子里, 转身朝门口走去。 以后土坛到厕所去。 男人善笑着, 看着女人砰的一声拉开门, 走了出去。 女人再回来的时候, 扫帚和佐姿都清洗了一遍。 她把东西放好, 看都不看男人一眼, 依旧坐在桌前看小说。 男人有些尴尬, 摸出一根烟来抽。 烟雾飘到女人身边, 她皱起眉头, 挥手青扇着。 男人健壮, 大呼小叫起来, 我妹子烦烟味。 不抽了不抽了。 她站起来, 拱着背一溜, 小跑到门前, 狠作了两口之后, 把烟头扔了出去。 她讨好的看看女人, 发现女人还是冷冰冰的, 看也不看她一眼, 不过脸色似乎缓和了一点。 男人的胆子大了些。 她站在女人身后, 盯着她白皙的脖子看了一会儿, 咽了口唾沫, 忽然上前一步, 把手从女人的肩头直伸下去。 看啥书呢? 男人的手掌紧贴着女人的胸口, 按在书上。 女人一惊, 本能地向后躲去, 男人的手静跟过来, 一把握住那软软的地方。 女人猛地站起来, 打掉男人的手。 她气得满脸通红, 嘴唇吸动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男人的脸上写满得意, 手指还在不住地撵着, 似乎刚才的触觉让她回味悠长。 咋了? 哥就是瞅瞅你在看啥书。 女人火了, 低声骂了一句流氓, 抬手向男人脸上打去。 男人一把攥住女人的手腕, 稍一用力, 女人就被拉进了她的怀抱。 她一边在女人身上乱摸着, 一边小声嘀咕, 你就别装了, 哥知道你心里其实想得很。 女人不敢大声呼救, 只能拼命挣扎着。 两人正在撕扯的时候, 门忽然开了。 男孩走进来, 看见眼前的一幕, 立刻停下了脚步。 三个人仿佛被定格的电影镜头一样, 静静地站在这块并不算大的舞台上。 男人先反应过来, 我去睡觉了。 说吧, 就向门口走去。 男孩垂着眼皮, 一动不动地站着。 但是, 他仍然能感觉到, 男人在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块舞台上只剩下男孩和女人。 女人看着男孩的脸, 有些紧张, 更多的是委屈。 然而, 男孩的眼睛始终盯着脚下的地面。 女人的脸色由红变白, 终于忍不住, 小声地哭起来。 女人的哭声, 在夜里显得分外凄凉。 男孩面无表情地听着, 终于抬起头来。 女人斜靠在椅子上, 头埋在双臂之间。 随着身体的耸动, 一声声压抑地抽气, 隐约可闻。 男孩走过去, 把手放在女人的肩头。 女人把他的手拉过来, 贴在脸上。 男孩马上感觉到了掌心的湿润。 女人哭了一会儿, 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她伸手从柜子里拿出毛巾, 仔细擦干了脸上的泪痕, 把男孩的手放在膝盖上, 慢慢地抹扎着。 怎么回事? 男孩低声问道。 女人不说话, 眼圈又红了, 只是一个劲地摸着男孩的手。 男孩把手抽回来, 到底怎么回事? 良久, 女人才发出一声叹息。 也不知道, 我是做什么孽了。 这老东西, 一开始就对我动手动脚的, 总想占我的便宜。 刚才, 太幼。 女人说不下去了, 眼泪扑素素地落下来。 男孩疼得一下站起来, 急步走到柜子前, 伸手从里面掏出一把锤子, 转身向门口奔去。 女人慌忙, 从后面拉住她, 别, 求你。 男孩无声地挣扎着, 倔强又愤怒的目光, 仿佛穿透了墙壁, 直头像那张, 呼呼大睡的脸上。 一番纠缠后, 女人终于拽不住她。 男孩正脱开来, 抬脚欲走。 女人被带到在地, 顺时抱住了男孩的腿。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男孩犹豫了一下, 再次发力, 想甩掉女人。 你不考虑我, 难道也不考虑你自己吗? 女人小声哀求着。 听到这句话, 男孩的动作停了下来。 他原地站着, 胸口剧烈地起伏。 女人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把脸贴在男孩的腿上, 低声说道, 我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 为了那个老畜生, 不值得。 男孩没有搭枪, 只是死死地盯着走廊对面的一扇门。 良久, 他收回目光, 身体也软了下来。 最后, 他垂下手, 轻轻地关上了门。 女人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看着他的脸色, 一边小心翼翼地抽掉男孩手中的锤子。 男孩没了刚才的锐气, 表情消沉。 女人把锤子收好, 又把身上的灰尘清理干净。 男孩还是背对着他, 面朝门口, 一动不动地站着。 女人心里不忍, 上前拉拉他的袖子。 算了。 睡吧, 不早了。 男孩没有回应。 女人叹了口气, 从背后抱住他, 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 别想了, 他也没把我怎么样。 我一个单身女人, 没办法。 突然, 女人赶到手背上落下滚烫的一滴。 他吃了一惊, 转到男孩身前一看, 他已经泪流满面。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男孩哭泣。 不管多难, 不管多苦, 都没见他流过一滴泪。 可是此刻的他, 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垂手而立, 默默地哭泣着。 女人的眼睛也湿润了, 徒劳地在男孩脸上擦拭着那些不停滚落的泪水。 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是没办法啊, 谁让我们? 不! 男孩忽然抓住他的手。 尽管双眼饮满泪水, 女人依然能看见男孩骤然变冷的目光。 这是那天晚上, 男孩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当女人在熟睡的男孩额头留下一吻, 巧声走出门外的时候, 他依然在回味着那简单的一个字。 男孩让他感到疑惑, 又让他感到慰藉。 他轻轻抚摸着自己的手背, 仿佛还能感觉到那些泪水的温度。 他还是在乎我的。 他这样想。 他知道他的倔强, 也能体会他的愤怒。 可是, 他无能为力, 只能祈求老天保佑, 不要让他去做什么傻事。 整整一夜。 他坐着, 想着, 看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第十三章, 如果下一个是我。 经常去闭食堂吃饭的学生们 发现了一群奇怪的人。 他们端着饭盆, 聚在食堂的一个角落里, 彼此打量, 小生的清点人数。 每每有人缺席的时候, 总会引起一番窃窃私语 和坠坠不安的对视。 WPO小组成立四天了, 每天下午五点在B食堂的聚会 都如期举行。 还好, 大家都平安无事。 偶尔有小组成员 汇报可疑人员和事情, 也很快被大家纷纷否定。 比较离谱的是, 有一天周琦提出国际贸易学的孙老师 看他的眼神非常凶狠。 陈希接发说, 周琦经常色咪咪地盯着年轻的会计学女老师, 而他的丈夫正是孙老师。 方牧每天都尽量安排法学院小组的人在一起, 包括王健。 这家伙对所有的人都冷冰冰的。 不过看得出, 他并不反对和大家在一起。 尽管在大多数时间, 他都宁可一个人独处。 特别是在晚上回寝室的时候, 他总是走在最后, 好像一个孤独的影子。 这种状态让大家觉得尴尬。 小组继续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相互间的团结与信任。 倘若有人若即若离地游走在圈子之外, 总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慌乱。 于是, 这天晚上, 当方牧看到王健又是独自一人走出自习室的时候, 他决定和王健谈一谈。 王健去了卫生间。 方牧跟到门口, 耐心地等着。 几分钟后, 王健甩着手上的水珠走了出来。 他看见守在门口的方牧, 正了一下。 你, 有事吗? 方牧谈帅地说, 我想找你谈谈。 王健皱起眉头, 谈什么? 方牧看看他的脸色, 心想还是先缓和一下气氛。 他挤出一个笑脸, 怂怂间, 随便聊聊。 王健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没兴趣。 说爸转身就走。 等等。 方牧几步追上他,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胡言乱语? 王健回过头看着方牧, 脸色有所缓和, 如果我不信任你, 我根本不会每天跟你们在一起。 方牧笑了, 那就聊聊吧, 全当休息了。 方牧的坚持让王健有些无奈。 他皱皱眉头, 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烟, 抽出一支地给方牧。 方牧不会吸烟, 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过来。 刚吸了一口, 他就呛得连连咳嗽。 王健叼着烟, 敲了敲方牧的后背, 你不会吸烟? 不会, 第一次抽烟。 呵呵, 早知道不给你了, 浪费烟草。 方牧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 他擦擦眼角溢出的泪水, 看着王健嘴角忽明忽暗的烟头, 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住在哪儿? 我今早去找你, 你们宿舍的人说你已经换寝室了。 哦, 我换了个地方。 就在你对门, 三百五十一。 方牧愣了一下。 那时周军的寝室, 已经好久没有人住了。 你一个人住? 是啊, 很安静, 正好学习。 你不害怕吗? 害怕? 害怕什么? 就因为死过人? 他又不是死在寝室里, 有什么好怕的。 王健很快吸完了一支烟, 又拿出一支点燃。 吸了几口烟,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挟起眼睛看着方牧。 怎么, 你怀疑我? 不。 方牧赶紧解释, 随便问问。 两个人相对无语, 沉默着吸烟。 眼见他的第二根烟也要吸完, 方牧试探着问道, 为什么要搬出来呢? 王健没有作声。 过了一会儿, 他仿佛自言自语搬说道, 住得不爽, 就搬出来了呗。 他把烟头在地上斩碎, 抬起头问道, 你在查这几件案子。 没有。 方牧笑着摇摇头, 我又不是警察, 我只是不想死而已。 你真的觉得那张借书卡上的人都要死? 我不知道, 只是直觉。 直觉? 对。 我觉得那张借书卡一定和杀人案有关系。 至于是什么关系, 我也不清楚。 王健撇撇嘴, 冷笑道, 哼, 再死几个人, 也许就清楚了。 方牧被噎得说不出话, 沉默了一会儿, 又开口问道, 你怎么看这几件案子? 我? 我没兴趣。 那你为什么和我们在一起呢? 王健低着头, 用脚斩着地上的烟墨。 无聊呗。 他抬起头看着方牧, 你们, 至少比那里的人有趣。 他朝鞋前方的一间教室弩弩嘴, 眼中充满了不屑与轻蔑。 那是基地般的专用教室, 里面灯火通明。 我要回去了。 王健用手缕缕头发, 你呢? 方牧想了想, 既然是这个小组的人, 以后尽量和大家多联系, 别老是一个人待着。 哦。 另外, 一个人住, 小心点。 王健看看方牧, 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之后, 他背对着方牧挥挥手。 知道了。 谢谢。 方牧一个人站在黑暗的走廊里。 他看看手中即将燃尽的香烟, 把他扔在地上。 斩灭烟头之后, 方牧向自习室走去。 路过基地般专用教室的时候, 他向里面看了一眼。 教室里坐满了人, 却连半点声响都没有。 虽然神色各异, 但是每个人都把注意力放在面前的书本上。 似乎在他们看来, 世界上只有学习这件事值得关注。 方牧想起王健的眼神。 他感觉到, 那眼神中除了不屑与轻蔑, 还有深深的嫉妒。 他突然有点同情王健。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他们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地集中在某件事上, 即使这件事关乎他们的性命。 经过了平安无事的一个星期后, 似乎每个人都开始慢慢放松下来。 有恋人的开始恢复约会, 即将毕业的开始忙于制作简历。 单独行动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天, 张国栋突然失踪了, 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方牧急了, 安排WPO小组的人满校寻找。 两天后, 张国栋依然不见踪影。 正当心急如焚的方牧准备报警的时候, 这小子又突然出现了。 经过询问, 才知道他去见了一个乡邻城市的网友。 方牧机遇发火。 张国栋却满不在乎。 这种事情, 总不能带着你们去吧。 惯例已被打破。 渐渐地, 死亡借书卡的阴霾在他们心中慢慢散去。 每晚五点, 坐在壁食堂那个固定的餐桌前的人日渐稀少。 一天傍晚, 参加聚会的只有五个人, 方牧、 吴涵、 王健、 齐远、 经济系指来了陈希。 陈希向方牧依依汇报了小组其他成员的去向。 之后, 她看看方牧阴沉的脸色, 不敢多说话, 闷头吃着饭。 没有新线索, 也没有人被害。 方牧搞不清自己究竟该庆幸, 还是该焦虑。 吃完饭, 吴涵回二摄值班。 齐远要去打篮球。 王健自然直接去了自习室。 很快, 餐桌前只剩下方牧和陈希。 陈希看看方牧, 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一会儿要出去买东西。 你。 方牧点点头, 我陪你去吧。 长这么大, 方牧还是第一次单独和女孩在一起。 陈希在她身边步履轻盈地走着, 不时和相熟的同学打着招呼, 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 方牧却显得有点不自在, 她能感觉到陈希的同学们一样的眼光。 靠, 他们该不会认为我们在谈恋爱吧。 陈希察觉到方牧的情绪, 笑着问道, 怎么, 不愿意陪我。 方牧急忙说道, 没有。 陈希撇撇嘴, 还说没有。 你看你的脸拉得那么长, 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她歪着头看着方牧, 怎么? 觉得我这个丑女, 配不上你这样的帅哥。 不是不是。 方牧有些慌了, 你挺漂亮的。 陈希咯咯地笑起来, 谢谢夸奖。 他们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超市。 陈希很有兴趣地, 浏览着货架上的物品。 方牧没什么想买的, 就耐着性子, 陪着她逛来逛去。 哎, 你调查得怎么样了? 什么? 杀人案啊, 你不是在查吗? 陈希的语气轻松, 好像在说着一件好玩的事情。 调查什么呀, 我又不是侦探。 方牧兴兴兴地说, 陈希正在低头看一瓶爽肤水, 长长的马尾便下露出白皙, 细长的脖子。 她是挺好看的。 怎么, 还在生那几个人的气呀? 陈希看方牧不说话, 回过头来问道。 方牧急忙收回目光? 没有没有。 她骚骚脑袋, 也许, 也许大家都觉得我神经过敏。 呵呵, 你别多想。 他们真的有要紧的事。 而且, 我这个组长当得也不怎么样。 她调皮地冲方牧笑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自己也偷偷地逛了几次商场。 你不害怕吗? 害怕啊。 陈希漫不经心地回答。 她又开始看一包面膜, 小声读着使用说明, 可是害怕有什么用? 如果一定要死, 躲是躲不掉的。 方牧无语。 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很好奇, 想看看名单上都是些什么人。 结果让我很失望。 都是很普通的人啊, 看不出哪个像该死的样子。 方牧开始苦笑。 所以我决定加入, 我想知道结局是什么样子。 另外, 她转过头看着方牧, 我相信你的话。 那张借书卡一定有问题。 你为什么相信我? 不知道。 陈希耸耸肩膀, 也许是女人的直觉吧, 就像你的敏感一样, 呵呵。 陈希在货架间走来走去。 方牧, 你害怕吗? 方牧想了一下, 决定老老实实地承认。 害怕? 呵呵, 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脆弱, 这是优点。 比撂闯那种人强, 她都不敢来上课了。 方牧想起那个拂袖而去的经济系男生。 如果下一个人是我, 我希望她能一下子杀死我。 最好在背后, 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陈希把手交叉在身前, 歪着头, 似乎在描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方牧默默地看着她。 女孩的身影沐浴在超市里强烈的灯光下, 在大多数人看来, 浑浑噩噩噩地过了一学期之后, 没有什么比期末考试更重要。 而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讲, 一场更加残酷的竞争即将开始。 在宿舍楼里, 几乎看不到基地般的学生。 每天宿舍门一开启, 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去图书馆站座位, 然后就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甚至连吃饭也是。 直到关寝的前几分钟, 他们才陆续回到寝室, 各个面色疲惫。 悄无声息地洗漱后, 他们又各自猫在床上看书, 熄灯后, 还三三两两地聚在走廊里, 借着昏暗的灯光继续苦读。 352寝室的老大参加了这次基地班的入学考试, 还硬着头皮到基地班的专用教室上了两次自习。 可是, 他每次都被对方无声却充满敌意的目光逼走。 这让老大深受刺激, 他在寝室里指天化地的发誓, 一定要考进基地班。 于是, 每天披星待月的人群中多了老大。 基地班的学生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半夜时分, 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去走廊里苦读。 寝室里的同学不胜其烦, 动员他去王健原来的宿舍住, 学习环境好,而且正好空着一个床位。 这个神经病居然真去了, 结果垂头丧气地回来, 说早有人站了。 WPO小组的活动也变得名存实亡。 长时间的平静让大多数人开始相信, 借书卡只是一个巧合。 毕食堂那张餐桌前的人也越来越少。 几乎没有人在向方木汇报他人的动向, 方木也懒得听。 对他而言, 每天来这里吃饭,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也许, 是因为可以看见陈希。 自从那天和陈希一起去超市之后, 他们再没有单独相处过。 生活平淡如稀, 方木却越来越期盼毕食堂的例行聚会。 他总是稍晚一点道, 他总是先在人群里寻找其他组员的身影。 每每与方木视线交接, 他会微笑一下, 洁白的牙齿熠熠生辉。 他喜欢吃辣一点的食物。 他喜欢用心香硬牌的纸巾。 一个周末的傍晚, 来到餐桌前的只有三个人, 方木、陈希和王健。 方木注意到, 陈希没有像往常一样带着书包和水杯, 而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旅行袋, 好像要出门的样子。 他想开口问问, 又觉得唐突。 倒是陈希主动开口了, 今晚我去本市的姑姑家过周末。 他歪着头看着方木, 组长,准嫁否? 方木有些慌乱地挥挥手, 算是同意。 陈希咯咯地笑起来。 他的笑很有感染力, 连一旁闷头吃饭的王健也抬起头来咧了咧嘴。 吃过饭, 王健又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方木和陈希坐在桌旁, 都不作声。 陈希拿出一张面筋纸慢慢地擦着勺子, 直到把正反面都擦得正亮才停手。 方木默默地看着他。 那, 我要走了。 陈希头也不抬地说。 嗯, 我在校门口的车站坐公交车。 方木又嗡了一声, 突然反应过来。 我送送你吧。 好。 陈希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两个人并肩走在校园里。 刚刚下过一场雪, 周围的一切都被覆盖在厚厚的白色之下, 呈现出充满质感的宁静。 校园里人际寥寥, 脚下的鸡血搁吱作响。 两个人谈着一些无聊的闲话。 车站越来越近了。 你坐几路车? 方木张望着远处一辆慢慢开来的公交车。 二十五路。 陈希的脸冻得通红, 不时跺着脚, 把手凑到嘴边哈着气。 夜色中, 公交车渐渐接近车站, 车头上的数字开始变得清晰。 这辆就是。 陈希看了一眼, 不行。 人太多了, 我等下一趟吧。 方木没有作声, 看着公交车停靠在眼前, 上下若干乘客后, 又缓缓驶离。 车站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彼此像陌生人一样沉默着。 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 把他们映在路上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渐渐地, 一个影子小心地靠近另一个。 方木感到陈希的肩膀紧靠着自己, 身体在轻轻发抖。 他好高啊, 能有一米六八左右吧? 方木僵直着身体不敢动弹, 好久, 才开口问道, 你冷了吧? 陈希点点头。 方木看着陈希瘦削的肩膀, 突然有一种抱紧他的冲动。 突然, 一辆二十五路公共汽车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停在了车站旁。 方木脱口而出, 车来了。 随即就后悔不迭。 陈希看了方木一眼, 表情颇为无奈。 他挥挥手, 默默地上车。 公交车很快开走。 方木赶到车上始终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他也一直盯着公交车开走的方向, 直到他完全消失在夜色中。 回寝室的路上, 方木经过了体育场。 这个庞大的环形建筑, 伫立在夜色中, 看起来沉默又危险。 他站在贾连博被杀死的那个小门旁边, 犹豫了一会儿, 走了进去。 覆盖着积雪的操场, 显得空旷无比。 方木小心地呼吸, 沿着空无一人的跑道, 在黑暗中慢慢走着。 脚底的积雪搁之作响, 在一片寂静中显得分外清晰。 方木不时停下来, 侧耳倾听周围的动静, 然后须一口气, 继续向前走。 前方是一望无际的黑暗, 而在那黑暗的尽头,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方木渴望揭示那谜底。 虽然这秘密是否与己有关尚不可知, 然而, 他近乎本能般地一步步向他靠近。 究竟是好奇, 还是自保? 方木的心中没有答案。 唯一能确定的是, 发现那个秘密, 就是发现他自己。 离奇甘越来越近了。 方木的心跳开始加速, 呼吸也变得急促。 他似乎渴望看到什么, 又害怕看到什么。 奇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并没有女鬼在一旁哀怨地哭诉。 他就站在原处, 和往常一样平淡无奇。 方木走上前, 抚摸着冰冷光滑的奇甘。 他不会记得, 他曾经记载了一个女孩 越来越低的体温。 他也不会记得, 那个女孩曾在临终前短暂的清醒中, 竭尽全力地挣扎, 想要摆脱她冰冷的束缚。 他什么也不会记得。 而那个人记得, 他全部都记得。 你应该在黑暗中暗自冷笑吧。 你应该陶醉于我们的恐惧 与无所适从吧。 你应该再轻松愉快地选择 下一个牺牲品吧。 方木抬头看着同样漆黑一片的天。 你究竟是谁? 在这样一个夜晚, 方木的内心有一种冒险的冲动。 他的全身似乎充满了即将喷薄而出的力量, 甚至希望此时此刻, 那个凶手正在黑暗中窥视自己, 伺机而动。 而他, 激紧灵动, 随时准备给凶手致命一击。 他在黑暗中兴奋地四处张望, 手在微微发抖。 不, 不需要什么武器, 只要这双手就够了, 像扼住命运一样扼住凶手的咽喉。 梁九, 方木终于平静下来。 他垂下手, 低着头, 匆匆离开了体育场。 他知道, 自己的冲动来自于那个乘着公交车离去的女孩。 他为自己的幼稚稍感羞愧。 寝室里只有祝老四和吴涵, 让人稍感意外的事, 王健也在。 其他人呢? 方木把书包扔在床上, 伸手从床下拿出脸盆。 老二和老五去网吧包朽了。 祝老四回答, 老大呢? 呵呵, 老大去对门了, 说是要搬过去和王健一起认真复习。 王健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可是王健觉得和他一起住, 还不如和我们一起住。 吴涵笑着说, 这个叛徒。 方木也笑了, 冲王健挤挤眼睛, 欢迎投诚。 方木正在刷牙的时候, 听见走廊里传来喧闹的声音。 他含着牙刷跑出去, 远远地看到走廊的那一边有两个人正在撕打。 方木认得他们, 这两个家伙都是基地般的, 曾经是王健的室友。 两个人一边撕扯, 一边断断续续地对骂着。 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偷看了另一个的复习资料。 后者大动肝火, 出言斥责。 对方则反唇相机, 说他是靠给老师送礼, 才留在基地般的。 双方越吵越凶, 最后升级为斗殴。 很多人跑出来看热闹。 王健也一脸幸灾乐祸地挤在人群里。 奇怪的是, 同为室友和同学, 基地般的学生只是冷漠地看着, 既不劝架, 也不阻止。 最后, 几个普通班的学生看不下去了, 上前分开了他们。 一场闹剧终于平息。 回到宿舍, 方木把床铺整理好, 刚准备躺上去, 却看见王健从包里拿出几包花生米, 火腿肠, 咸淡之类的零食堆到桌上。 周末, 不学了, 喝点酒。 王健轻松地招呼大家。 祝老四马上积极响应, 主动要求下去买酒。 方木犹豫了一下, 但是考虑到这段时间太过紧张, 自己也想放松一下, 于是也欣然应邀。 吴涵看看大家, 突然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信封, 从里面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递给祝老四。 今天我请老四多买点好吃的。 祝老四大感意外。 昨天举行的一个助学仪式中, 一个企业家亲手把那个信封交到吴涵手里。 老三家庭条件不好, 这是大家都清楚。 再说, 助学金也不能拿来喝酒。 于是, 祝老四连连推脱。 吴涵看他们坚持不要, 索性自己拉了祝老四下去买东西了。 方木看看王健, 笑着说, 今天这么有兴致。 王健点燃一根烟, 呵呵, 没什么, 就是想喝酒。 他叼着烟, 饶有兴致地在寝室里东张西望, 还拿起老五的吉他播了几下。 你们寝室不错, 这才是男生宿舍的样子。 呵呵, 这还不错。 方木看着扔了一地的球鞋和袜子, 我们宿舍怕是二舍里最乱的了。 比我原来的宿舍强, 干净得跟医院似的。 王健含着烟, 含混不清地说道, 你刚才也看到了。 那帮傻逼, 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方木忽然明白了王健离群所居的原因。 作为一个被淘汰者, 还生活在过去的集体里, 的确让人难受。 尤其是这个集体里缺少有益与温情, 更多的是竞争与敌意。 不一会儿, 吴晗和祝老四就拿着大包小包上来了。 看来让吴晗破费不少, 不仅有啤酒、 腊肉、 罐头、 香肠、 咸菜, 还有一包香烟。 估计是特意给王健准备的。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东西摆在桌子上。 吴晗拿出两只蜡烛, 以备不时之需。 几杯酒下肚, 气氛热闹起来。 个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王健很兴奋, 话也比平时多了不少。 不过他的话题基本都是关于基地般的, 几乎骂了整整一个晚上。 吴晗也是一副兴致很高的样子, 不停地给大家倒酒, 殷勤地劝菜, 好像主人家似的。 方木看着满桌的韭菜, 心里默默算了算, 对吴晗说, 三哥, 花了不少钱吧? 吴晗挥挥手, 无所谓, 大家高兴。 你经济不宽裕, 我也出点。 方木伸手去拿钱包? 干什么? 瞧不起我。 吴晗沉下脸, 按住方木的手, 我说了我请客, 你少来。 方木觉得, 吴晗似乎真的动气了, 就没再坚持。 快十一点的时候, 老大探头探脑地进来了。 祝老四招呼, 他也喝点, 老大摇头拒绝了。 然后, 他就在寝室里来回夺着方布, 不时瞅瞅方木他们,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方木让他有话就说, 老大吞吞吐吐了半天, 说自己不敢一个人在351宿舍水, 想回自己的寝室。 王剑大笑着, 把自己的东西从老大床上挪开, 还不忘奚落他几句。 怎么样, 我说你不是那块料吧? 其他人也纷纷挖苦他。 老大扫眉大眼地钻进被子, 不再搭理他们。 几分钟后, 熄灯了。 一片叫骂声后, 吴晗点上蜡烛。 昏暗的烛火, 让宿舍里有了一些亮度。 在摇曳的光线中, 每个人的脸都忽明忽暗, 似乎在不断变换着表情。 王剑已经喝多了, 脸红得像煮熟的对虾。 他一边眯缝着眼睛, 努力把花生米扔进嘴里, 一边像个老人家似的叙叙叨叨。 你以为基地班是那么好进的? 不光要有天分, 还得有毅力才行。 方木踢踢他的脚, 暗示他老大可能还没睡着。 可是王剑毫不在乎, 像着了魔似的说个不停。 靠, 最他妈看不起这种人。 你以为大三了, 考进去坚持一年多就能读硕士。 我们他妈的要拼四年。 你们玩游戏, 泡妞的时候那么开心, 我们在干什么? 学习。 一个盯着一个的学习。 你们挂科了, 觉得无所谓, 大不了明年重修呗, 我们敢吗? 我他妈苛刻及格, 还不是被赶出来了? 他突然睁大通红的眼睛, 环视着众人的脸。 把我赶走。 靠, 把我赶走。 做梦。 我早晚会回去。 我要让他们瞧瞧, 我王剑是个什么样的。 他突然顿住了, 好像要选择一个最能形容自己的伟大的名词。 可是挣了几秒钟, 他才有气无力地吐出一个甚无个性的词。 人才。 老大在床上很响地翻了个身。 王剑呵呵地傻笑起来。 他用手指只握在被子里的老大, 张了张嘴, 什么也没说出来, 只看见两行肋从脸颊上滚落。 随即, 他就向后一歪, 倒在床上不动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 把他安顿到方木的床上。 王剑无力地挣扎着, 多浓了几句, 就发出了阵阵憨声。 三个人重新围坐在桌子旁, 谁也不说话, 盯着蜡烛出神。 两酒, 祝老四常叹一声, 这丝, 喝多了。 吴涵摇摇头, 为了个好听的名声, 值得吗? 这些人真是想不开。 祝老四想想起什么似的, 看看熟睡的王剑和蒙着被子的老大, 小声问道, 三哥, 今年你还考基地班吗? 方木向祝老四挪挪嘴, 示意他别提这么扫兴的话, 不考了。 吴涵倒是不在意, 面色平静, 大四的时候我直接考研究生, 我不信我考不上。 其实你那次挺可惜的, 祝老四根本没有注意到方木的颜色, 听说禁忌地班除了成绩要好, 还要给导师送礼, 你大概是因为这个才落榜的。 我不知道。 吴涵苦笑着摇摇头, 我也不去想。 再说, 有钱我也不会给他们送礼。 他的语气突然活泼起来, 还不如请你们喝酒呢。 方木和祝老四都笑了, 三个人拿起酒瓶, 齐齐地撞了一下。 让你破费, 我们怪不好意思的。 祝老四擦擦嘴角的啤酒墨, 你的钱来得太不容易了。 吴涵看看自己的枕头, 那下面有一个还剩一千九百元钱的信封。 这种钱, 哼, 我不稀罕。 他回过头来, 看着方木和祝老四, 你们以为他是在帮助我吗? 不, 他在帮助他自己。 捐款仪式上, 满面红光的企业家紧紧搂着吴涵的肩膀, 把信封塞进他的手中, 自己却死死地拽着信封的另一端, 眼睛盯着四处闪光的照相机。 如此一来, 他们的动作显得非常可笑, 仿佛在争抢信封似的, 在四周的掌声与美光灯的闪耀中, 僵持了很久。 末了, 企业家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加上一句, 小同学, 要拿着这笔钱好好读书哦。 吴涵始终低垂着眼睛, 表情木然, 看不到感激的神色和泪水。 这让企业家很不满, 刚要再说几句, 吴涵就拿着信封下台了。 他只不过拿我当成一个表演的工具, 以显示他的善心与大度, 呵呵。 吴涵盯着蜡烛上跳动的火焰。 我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的。 这不是捐赠, 这是我配合演出应得的报酬。 他低下头,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没有人可以羞辱我, 哪怕一丝一毫。 气氛开始变得沉闷。 酒, 也喝不下去了。 祝老四表情尴尬, 洋装打了个哈欠, 睡觉睡觉, 靠, 都快一点了。 吴涵也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神色。 他一边附和着祝老四, 一边手脚麻利地, 把桌子上的残羹冷制收拾好, 也脱掉衣服上床了。 方木看看在自己床上呼呼大睡的王剑, 叹了口气, 起身爬上老五的床。 把老五凌乱的床铺收拾得勉强可以睡觉之后, 此起彼伏的憨声已经在室内响起。 方木轻手轻脚地脱掉衣服, 吹熄快要燃尽的蜡烛, 刚钻进被窝, 就听见宿舍里的电话响了。 这么晚了, 谁会打电话过来呢? 方木一边纳闷, 一边飞快地跳下床, 拿起听筒, 喂? 没有回音? 喂? 方木有些恼火了, 肯定是某个无聊的家伙在打骚扰电话。 正要挂断的时候, 听筒里传来陈希软软的声音。 还没睡吗? 方木的心一下子加快了跳动。 愣了一下, 他才结结巴巴地回答, 没, 没有。 你怎么也没睡? 睡不着? 长时间的沉默。 方木手握着听筒, 倾听着陈希的呼吸声。 刚看了一部恐怖片, 连环杀人的。 还是陈希先开口了, 嘻嘻, 有点害怕了。 呵呵。 方木的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微笑起来, 别自己吓唬自己。 是啊, 我知道。 陈希的笑声从听筒里传来, 这么晚了, 你在干什么? 还在破案啊。 方木仿佛能看见陈希偷笑的样子。 没有, 和宿舍的几个哥们喝了点酒。 喝多了吗? 没有。 那就好。 又是沉默。 方木弯着腰, 手煮在桌子上, 竭力捕捉着听筒里的任何一丝声响, 似乎一时一刻都不想错过。 如果, 陈希的声音很轻, 带着一丝颤抖, 如果下一个是我, 你会难过吗? 别胡说。 方木疼得一下直起身子,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我是说如果, 你会难过吗? 方木沉默了几秒钟, 会。 话一出口, 他慌忙又加上一句。 你别怕, 我会, 他急得结结巴巴, 我会保护你的。 陈希小声笑起来。 我知道。 他愉快地说道, 我知道。 你别胡思乱想。 呵呵, 放心吧, 我可没那么容易就被干掉。 大大咧咧的样子。 快睡吧, 要不你们宿舍的同学, 该有意见了。 好, 方木说, 又想了想, 在你姑妈家住几天。 两天, 周日晚上就回来, 学校见。 好的。 那, 我先挂了。 好的。 方木握着听筒。 陈希沉默了几秒钟, 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挂电话啊? 等着你呢? 你先挂。 你先挂。 不, 就要你先挂。 他应该睁大眼睛, 嘟起好看的嘴巴吧。 好, 我先挂。 方木放下听筒, 过了几秒钟, 又仿佛不甘心似的拿起来。 可是, 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盲音。 白痴。 方木在心里暗笑自己。 他爬到床上, 感到手心里湿湿湿的。 他想起刚才紧握话筒的样子, 于黑暗中, 再次微笑起来。 在室友们平缓的呼吸声中, 方木静听着自己的心跳, 从急促逐渐恢复平静。 他回味着刚才和陈希的对话, 嘴里慢慢涌出一股香甜。 他渐渐睡着了。 睡梦中, 他紧握双拳, 口中喃喃自语。 我会保护你。 第十五章, 恶魔的盛宴。 每到年底的时候, 校园里的各个社团都会很忙碌。 尽管期末考试在即, 社团的干部和会员们 还是会挤出时间举办一些活动。 例如, 辞旧迎新诗歌朗诵会, 告别某某年演唱会等等。 今年的元旦似乎格外重要。 因为, 在12月31日午夜的钟声敲响之后, 整个人类社会将进入下一个千年。 2000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毕竟,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见证人类历史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尤其是那些出生于70年代末的大学生们。 在读小学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用过这样的作业本, 封面上印着一个小男孩, 正乘坐飞船奔向2000年。 21世纪, 究竟是什么样? 几天后, 一切将真相大白。 在所有的社团活动中,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星光戏剧社的画剧。 星光戏剧社是师大历史最久的学生社团之一, 成立于80年代中期, 现有会员100多人。 最初, 星光戏剧社只是由几个热爱戏剧的学生组成的小社团, 平时在课余时间排练一些小话剧, 偶尔也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 后来, 一个出身于数学系的会员毕业后, 阴差阳错地成了电影演员。 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 谈到了星光戏剧社。 于是, 这个小社团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不仅规模一再扩大, 而且是校园里少有的几个由学校提供经费的学生社团。 每年的重大节日, 校庆或者其他大型活动都少不了星光戏剧社的参与。 在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迁徙元旦, 星光戏剧社当然不会置身事外。 一场即将在元旦当晚上演的话剧正在紧张的排练中。 自从那晚通过电话之后, 方木和陈希开始了正式交往。 尽管只是一起吃饭, 一起上自习, 偶尔在校园的人工湖旁散散步, 可是对于方木这个感情经历为零的人来说, 已是莫大的幸福。 寝室里的几个家伙也很关心方木的爱情进展。 每当方木带着一脸微笑回到寝室的时候, 这几个光棍就像苍蝇一样围上来, 不怀好意地问这问那。 方木被这群色狼问得不胜其烦, 心里巴不得他们都快找到女朋友。 这天晚上, 当祝老四第三次问方木亲没亲晨曦的时候, 方木忍无可忍了。 你他妈当我是你呀, 满脑子都是这种事情。 有时间洗洗枕筋, 都黄成什么样了? 大家轰得笑开了。 祝老四红着脸扑上来掐方木的脖子。 好不容易打退住老四, 老五又在上铺探下脑袋问道。 说真的, 老六, 你们俩谁先表白的? 表白? 方木有点发猛, 表白什么? 说喜欢对方啊, 或者其他类似的话。 方木想了想, 没说啊。 我们都没说过。 靠, 不会吧。 跟人家约会好几次了, 连句我喜欢你都没说。 老大在一旁插嘴。 方木又仔细想了想。 的确, 跟晨曦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可是无论自己还是晨曦, 都没说过我喜欢你我爱你之类的话。 这很重要吗? 当然, 老大一副恋爱达人的嘴脸, 你不开口表白, 人家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啊? 女孩子是需要承诺的。 你给了她承诺, 哪怕言不由衷, 她也会以此为理由奋不顾身。 老二也是高深莫测的样子, 所以说, 女人是需要哄骗的动物。 靠, 大爷的事情, 不用你们管。 方木不屑一顾地笑骂道, 脑子里却在思考他们的话。 最近两天, 晨曦总是很早就离开自习室, 问她去哪儿也不说, 也不让方木陪着她。 难道因为自己没有表白, 让她觉得不快? 我爱你。 多么简单的三个字。 说还是不说, 这真的是个问题。 这时候, 门开了。 刚才还喧闹不已的宿舍, 瞬间就变得死一般寂静。 走进来的, 是一只鬼。 脑袋光秃秃的, 头皮是漆黑的颜色。 她抬起头,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应该长着眼睛的地方是两个血红的深洞。 没有鼻子, 只有两条细长的, 不断吸动的细缝。 脸颊上是冷酷的线条, 嘴唇是薄薄的两片, 露出森森的白牙。 她是谁? 男生们都被吓呆了, 直勾勾地看着她。 她傲慢地环视四周, 缓缓开口。 当树叶旋转着飘落, 当海棠花在风中散尽, 她优雅地抬起一只手, 仿佛在空气中, 轻挽一丝薄纱, 当海洋不再蔚蓝, 当天空失去晴朗, 当日月都沉默, 当孩子离开家园。 她的手慢慢放下, 我亲爱的, 那是我在爱着你。 她把手捧在胸口, 又向前伸出。 只有你, 只有你知道我的苦痛, 只有你在地狱的烈火中 把我挽救, 只有你在丑恶, 虚伪地云云众生中 让我解脱。 她急速转身, 双手按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 又把头底了上去。 我的神, 我的爱人, 你看到了, 你全看到了。 她沉沦, 她跌倒。 你们一再嘲笑, 须知, 她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 你去死吧。 方木把一只拖鞋扔过去, 大笑起来。 鬼的屁股上挨了一击, 居然也黑黑地笑了起来。 她转过身, 伸手在头上一拉, 无含笑嘻嘻地脸露了出来。 怎么样, 精彩吧? 寝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笑骂声。 靠, 吓死我了。 老吴脸色煞白地, 用手抚着胸口, 大口喘着气, 真以为见鬼了呢。 这是什么? 祝老四抢过吴寒手里拎着的头套, 端向了几下, 就要往头上套。 吴寒一把夺回来, 少来, 你那张肥脸, 别给撑坏了。 他转过头, 笑着问方木, 你怎么不害怕? 方木笑着说, 刚开始, 我也吓了一跳, 可是我认出你穿的衣服了。 没有艺术鉴赏力。 吴寒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人家都听台词, 你看衣服。 你带这玩意儿干嘛? 方木直指吴寒手里的头套, 吓唬人。 这玩意儿好像挺贵的。 吴寒神秘地一笑, 不告诉你。 方木白了他一眼, 随即就醒悟过来。 话剧? 对了, 三哥你是星光戏剧社的。 这是道具吗? 吴寒还是笑笑, 不作声。 大家都兴奋起来, 七嘴八舌地问吴寒。 什么内容啊? 现代的还是古装的? 是鬼片吗? 你演什么角色啊? 吴寒脸上带着满足的笑, 似乎对大家的关注很满意。 你们别问了, 暂时保密。 元旦那天, 你们就都知道了。 别这么不讲义气啊。 祝老四不依不饶的, 自家兄弟, 有什么好保密的。 透露一点, 我们肯定不说出去。 你。 吴寒笑着直指 祝老四的鼻子, 就你那张嘴, 我今晚告诉你, 明天就全校都知道了。 说完, 他就拿起脸盆, 拉开门走了。 祝老四表情善善, 这丝, 还挺神秘。 几分钟后, 方木去刷牙的时候看到了吴寒。 他嘴里含着牙刷, 嘟嘟囔囔地念叨着什么。 方木走过去, 拍拍他的肩膀。 还被台词呢, 大明星。 吴寒回过头笑笑。 演什么呀, 给咱透露透露。 吴寒看看四周, 卫生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主角? 行啊, 三哥。 方木的好奇心大起, 什么剧情啊? 嘿嘿, 那可不能说。 那你刚才念的是什么? 台词吗? 是啊。 砍掉一个女孩的头之前说的。 砍头? 方木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呵呵, 假的。 塑料模特。 吴寒冲方木挤挤眼睛, 你猜我要砍谁? 我怎么知道。 方木有点猛了, 随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晨曦。 呵呵, 是啊, 他是女主角。 你不会吃醋吧? 原来如此。 方木在心里说, 怪不得他这几天神神秘秘的。 回到宿舍里, 方木一边整理床铺, 一边思考明天要怎么对陈希又贡。 这丫头, 对我还保密。 吴寒革了好久才回到宿舍, 也不急着脱衣上床, 在镜子前照来照去的。 大家取笑他自恋, 他也不理会。 十一点刚过, 熄灯了。 朦胧中, 方木隐隐约约地看到, 吴寒把头套重新戴在头上, 他面目争鸣地, 看着镜中的自己, 茉莉了很久。 神经病。 方木小声骂了一句, 闭上眼睛准备睡觉。 刚有点睡意, 就听见吴寒开口了。 他沉沦, 他跌倒。 你们一再嘲笑。 方木睁开眼睛, 吴寒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一动不动地站在镜子前。 须知, 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 他乐极生悲。 他猛地转过身来。 黑暗中, 吴寒的眼睛闪闪发亮。 他的手缓缓抬起, 指向寝室中央, 声音变得低沉, 凶狠。 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 对陈希的右供没费什么事。 他扭捏了几下, 就承认自己在排演话剧, 而且还向方木透露了大致剧情。 这是一部魔幻题材的话剧, 讲的是一个皇家原谱的花匠爱上了公主。 可是, 爱于地位的悬殊, 他一直没有向公主表白。 后来外敌入侵, 国家岌岌可危。 花匠在恶魔的引诱下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变身成法力高强的英雄, 并大破敌军, 挽救国家于危难中。 公主与花匠洗劫连理, 可是恶魔引诱花匠的目的是要公主的血来使自己获得永生。 花匠在恶魔的操纵下杀死了公主。 清醒后, 他追悔莫及。 好在有神灵发出启示, 花匠挖出自己的心脏来使公主复活。 恶魔的计划最终破产。 吴涵和陈希分饰花匠与公主。 剧情有够烂。 方木在心里说, 听说还要砍头。 是啊。 怎么样, 刺激吧。 刺激个头啊。 这编剧怎么想的, 非要弄成限制级的? 那才是前卫艺术吗? 陈希笑嘻嘻地问, 我被别人把头砍下来, 你心不心疼啊? 还没等方木回答, 他自己的脸先红了。 方木拎着装满饮料和食品的塑料袋, 小心地迈上附满冰雪的台阶, 向学生俱乐部的入口走去。 俱乐部的门廊里一片昏暗。 一个高个子男生站在门口, 警惕地看着方木。 入口处挂着厚厚的门帘, 隐约听见里面有音乐和高昂的朗诵声。 方木闷着头向前走, 突然被一只手拦住了去路, 是那个高个子男生。 对不起, 同学。 里面正在排练, 你不能进去。 我是来找陈希的。 方木举起手中的塑料袋, 他让我, 男生看了看塑料袋, 又看看方木, 笑了。 是你呀, 家属来探班。 方木脸红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进去吧。 男生挥挥手。 靠, 还探班, 以为自己在拍电影啊。 方木嘟农着, 掀开门帘走了进去。 剧场里光线昏暗, 只有前排和舞台上的几盏灯还亮着。 台上大概在排练一个战争场面。 一个头领模样的人物正在夸张的舞蹈, 身后是几个身着古代盔甲, 手持长矛的战士。 头领的手便换出花样复杂的造型。 随着他的动作, 对方的士兵东倒西歪, 不断地向后败退, 一副溃不成军的模样。 从那个头领的身形来看, 应该是吴寒。 方木挑了一个角落坐下, 静静地看排练。 接下来的一个场景, 大概是欢迎英雄凯旋。 公主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场了。 晨曦头戴花冠, 穿着一件洁白的长袍, 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身上, 十分醒目。 吴寒昂手挺胸地走在军队的前列。 行至舞台中央, 他急步上前, 跪倒在晨曦脚下, 捧起公主的手贴向自己的额头。 公主轻抚英雄的肩膀。 两人念着台词, 几句话之后, 吴寒将公主托起, 来了一段难度颇高的双人舞。 悠扬的乐曲响起, 舞台上空落下纷纷扬扬的彩色纸屑。 一个导演模样的家伙喊了一声, 停。 舞台下的工作人员纷纷鼓起掌来。 不错不错, 休息一下, 然后排婚礼那场。 晨曦轻快地跳下舞台, 向观众席张望着。 方木挥了挥手, 晨曦的眼睛一亮, 连蹦带跳地跑过来。 真听话啊, 让你来你就来了。 要不你老有意见。 方木笑笑, 把塑料袋朝他推了推。 晨曦眉开眼笑地翻了翻, 剪出一袋画眉, 打开, 拿出一颗小心地 扔进涂着口红的嘴里。 他嚼着画眉, 瞥见方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笑了。 我漂亮吗? 漂亮。 方木由衷地说。 晨曦皱着鼻子, 做了个鬼脸, 转过头去望着舞台。 那个吴寒是你们宿舍的吧? 是啊。 他可真有劲儿, 毫不费力就把我拖起来了。 乍一看他挺不起眼的, 还挺有艺术细胞。 晨曦用赞赏的目光看着吴寒。 他正在和导演说着什么。 半分钟后, 导演回过头冲这边喊道, 晨曦, 来一下。 来了。 晨曦丢下画眉, 等我一会儿。 吴寒也望过来, 看到方木, 点了点头。 导演对吴寒和晨曦 谈了几句之后, 晨曦跟着另一个工作人员走了。 吴寒则向方木走了过来, 来慰问演员啊。 吴寒毫不客气地翻了翻塑料袋, 切, 全是女孩子爱吃的, 重色轻友。 方木没有理会她的鞋血, 冲她竖起了大拇指, 三哥, 好棒。 吴寒笑了笑, 晨曦也不错。 晨曦正在试穿一件戏服, 好像是碗礼服之类的, 光彩照人。 旁边几个男演员,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你小子多留神。 吴寒用肩膀挤挤方木, 不少人都在打她的主意呢。 方木看着舞台上的男演员, 个个高大魁梧, 气宇不凡。 她低头看看自己, 穿了好几年的羽绒服, 磨得发白的牛仔裤, 沾满泥水的运动鞋。 方木皱皱眉头, 第一次赶到有些自残行贿。 这时, 导演喊了一声, 各单位注意, 排练了。 吴寒站起身来, 拍拍方木的肩膀, 火鸡, 用点心。 晨曦是个好女孩。 晨曦也急忙回到舞台上, 远远地冲方木耸耸肩。 方木挥挥手, 表示不介意。 可是, 没等彩排结束, 她还是提前走了。 穿过俱乐部的门廊, 方木注意到墙边立着一面大镜子。 她想了想, 走过去, 挑剔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那是一个剪着平头, 脸色有点苍白,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男孩。 方木离开俱乐部的时候, 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很俗, 很言情句, 很不像平时的自己。 但是, 面对晨曦这样的女孩, 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要向晨曦表白自己的心意。 千禧夜, 演出结束后, 她要对晨曦说, 我爱你。 那一天很快就到了。 1999年12月31日晚上, 学校举办了一场元旦晚会。 内容无外乎合唱, 相声, 小品, 舞蹈之类的节目。 晚会在八点钟结束, 之后的时间, 留给了各个学生社团, 自己组织活动。 午夜12点, 将在行政楼前燃放焰火。 晚上10点, 备受关注的话剧《恶魔的盛宴》, 在俱乐部剧场里拉开帷幕。 能容纳3000人的剧场里, 座无虚席, 连过道理都挤满了人。 方木尽管早早就来了, 也没抢到前排的座位, 只能在剧场中央和宿舍里的同学们挤在一起。 话剧开始了。 尽管这是由学生自己排演的话剧, 可是灯光、 服装以及道具都很到位, 演员的表演也很精彩。 开演一个小时后, 魔幻主义和浪漫色彩很浓的剧情, 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 气氛十分热烈。 外敌已被击退, 英雄凯旋。 他的英勇赢得了公主的芳心。 国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然而, 在婚礼当晚, 恶魔悄然出现。 他完全控制了英雄的身心。 英雄在他的蛊惑下变成了恶魔的傀儡, 英俊的面庞也变得丑恶。 他将杀死公主作为献给恶魔的盛宴。 临近午夜, 全剧的高潮即将来临。 舞台上是诡异的蓝光, 配乐是单调的钢琴。 面目猙獰的恶魔推着一辆小车缓缓步入舞台。 小车上平躺着被白布覆盖的公主。 缓慢而恐怖的音乐回荡在剧场里, 令人悸动的古典悄然奏响。 全场观众平气宁悉。 英雄开始了在公主身边的独舞, 表达内心痛苦的纠结。 随着英雄疯狂的舞蹈, 台下的观众也紧张万分, 情侣们不由自主地 紧紧拉住彼此的手。 方木却感到异样。 台上那个舞蹈的人 看起来有点奇怪。 从身高上来看, 这个人和吴涵相差无几。 可是, 他明显要比吴涵强壮。 从他身上的紧身衣来看, 胳膊与大腿都很结实, 胸脯也要厚实得多。 没听三哥说要临时换脚啊。 而且, 他的躲舞也和彩排时大不一样。 方木虽然不懂舞蹈, 但是也看得出他简直是在胡乱动作, 完全没有美感和韵律可言。 台上的英雄结束了舞蹈, 从小车下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斧头。 全场发出不约而同的惊呼。 方木瞪大了眼睛。 不对! 这里明明还有大段的台词啊。 方木回忆起自己和吴涵在卫生间里的对话, 心头竟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竭力抬起头, 向台上张望着。 英雄掀起小车上的白布, 熟睡的公主露了出来。 方木已经顾不上身后观众的小声斥责, 站了起来。 他所处的位置距离舞台很远, 只能看见塑料模特头上罩着长长的黑色发套。 英雄用斧头在公主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随即高高举起, 用力砍下。 全场观众发出尖叫, 随即是热烈的掌声。 方木的心却狂跳起来。 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袭上心头。 那只是塑料模特? 一定是! 他在心里不住地安慰自己, 眼睛却始终死死盯着台上那一动不动的, 只剩下躯干的公主。 英雄砍掉公主的头后, 扔掉斧头, 转身从舞台的另一侧消失了。 诡异的音乐继续, 舞台上却出现了空白。 观众们不明就里, 开始窃窃私语。 隔了好一会儿, 一群演员才跌跌撞撞地从后台跑上, 排好队形后, 动作凌乱的舞蹈开始。 公主的尸体摆在舞台中央, 地上的鲜血已经汇聚成很大一潭。 一个舞蹈演员跳着跳着, 旋转到血泊上, 一不小心滑倒了。 他狼狈地爬起身子, 却发现自己的脸正对着落在舞台上的头颅。 他愣了一下, 随即就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惨叫。 几分钟后, 路过俱乐部的学生目睹了师大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一幕。 潮水般的人群从俱乐部中涌出, 脸上都是惊魂未定的神色。 大门无力承受撞击与挤压, 门框变形, 玻璃爆裂, 最后轰然倒塌。 在遍地的玻璃碎片中, 有人摔倒, 立刻就被身后的人踩了过去。 尖叫声, 哭泣声, 呼救声, 不绝于耳。 此时, 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起, 行政楼前陡然升起无数绚烂夺目的焰火。 两千年到了, 两千年到了, 中文字幕提供了解决定的玻璃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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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 。